好玩吗 还玩吗 好玩 欢迎回来ROCK频道 这个月计划好了 去趟初步 但这个季节雪山周边 天气瞬息万变 我没有实际涉足过当地环境 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没地 但我作为青年化装备 最久者的初心呢 还是没有改变 背包 手套 帽子 鞋子 登山脏 硬壳 睡眠系统 食品 全部都check again 那么关键来了 有没有哪件衣服能够做到小巧便捷 防御性和保温性的情况下 能让我整趟旅程都只依靠它就足够了呢 答案很明显 就决定是你了 那么是的 没有错 感谢下十猪鸟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他们提供的面孵 然后针对于这一个环境 这个季节 来做一些我的体验和分享 那么波折了大概 我想想应该有个八九十个小时差不多 觉得还挺累的 路上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 我花这么多时间 这么折腾来看 我真的背了好多东西 因为计划挺多的 然后想做的事情也很多 但是就还是那句话 心里不是很有底气 一方面是这个季节 尤其是最近很多当地人都说 这边天气反复无常 对于像我们如果是出来 可能有个三五天的情况下 那种携带装备的数量 和质量要求就挺高的 我自己来讲 至少是想要更多的追求轻便 所以像这种瞬息万变的环境呢 又一物多用 对我来讲 我目前只能想到的还是这件 蜘蛛鸟ATOM的全能棉符 那么具体的感受和使用场景呢 放到后面一一跟大家解析 我现在刚刚到客栈还挺累的 所以想先收拾一下 然后我们明天早点见 早点出发 好喜欢这个水泊化质感的这种 沉间雾气的效果 不知道你有没有实际被这种雾气笼罩过 它有点像是 有人在旁边突然开了一个 超大的冷库的门的感觉 我突然觉得 一身都凉下来了 当然不是说会冷到直击皮的 会有这样的体感温度的下降 也不知道干嘛突然间 整个山下村都被笼罩了 就这种环境下我觉得 我这样床刚刚好也没有很冷 喂 来来来来 够不够啊 要不要洋葱吃不吃的 好像你不是很挑事哈 是 我们现在出发了 然后 昨天晚上临时找了一个本地的向导 他人不错 就是带我们走一段 像这样路线不难走了 但是一面有些什么突发状况 计划之外的一个比较好的安排 在一起 的地方 在那中间 这样的 面穿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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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